探索世间奇闻,感受不同趣事 乐高积木是很多年轻人都非常喜欢的娱乐活动 空闲时间摆弄一下乐高积木可以缓解压力 也可以拼出自己喜欢的物件 每每看到自己的乐高战绩总是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满足感 而今天国外牛人就用乐高挑战了泰坦尼克号 不仅成功拼出了泰坦尼克号 更还原了当年的沉船事件,一起来见识一下吧 从画面上来看,这位小哥先在网络上找到了相应的图片 然后拿出自己准备好的乐高积木开始工作 从这个搭建步骤来看,红色的乐高积木是打底 然后一层一层的继续往上搭建 花费了很久时间才完成了泰坦尼克号 而这个作品几乎占据了整个屋子 实话实说,看到这样的场景 很多人都会瞬间联想到影片中的泰坦尼克号 因为看上去确实相似度非常高 而且细节还原度特别好 甲板上的救生艇,休息用的长椅都没有错过 个人觉得难以置信的是 小哥连轮船内部的构造都还原得非常到位 餐厅和休息室应有尽有 透过窗户就可以看清楚里面的场景 泰坦尼克号制作完成之后 小哥直接将它放到了泳池里 不知道是不是受到影片中泰坦尼克号的影响 他一进入游泳池,船头就开始慢慢下沉 船尾上浮,慢慢地整艘船沉入游泳池的底部 大概是当初泰坦尼克号下沉的时候 旁观者也是这样无理 只能任由海水吞噬船上的人 希望小哥下次可以多多改进 用乐高积木为我们还原泰坦尼克号的高光时刻 好了,今天就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喜欢我们,记得点赞和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